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远不如苏联和英国,但他们也因为二战催生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军事指挥家,今天爆炸军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,其中有一位四星人将和四位五星上将,铁血巴顿。巴顿全名叫小乔治史密斯·巴顿,他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,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美国军事统帅。 巴顿在190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,巴顿以作战勇猛,快速进攻闻名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了赫克战功。 德军名将格尔德冯荣的施泰特被俘后,曾对讯问的美军将领说巴顿,他是你们最好的。 迈克阿瑟到格拉斯迈克阿瑟,美国著名军事家,1944年迈克阿瑟,被授予陆军五星上将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,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,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。 迈克阿瑟是美国陆海空三军中获得勋章最多的将军,也是美国将军中唯一一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,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人。 迈克阿瑟被美国国民称之为一代老兵,迈克阿瑟是美国最年轻的准将,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,美国陆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。 其三个最年轻的经历堪称美国战争史上的奇才,艾森豪威尔德怀和戴维艾森豪威尔,陆军五星上将,在美军历史上,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人物,他曾获得很多个第一,美军共处于十名五星上将,他是晋升的第一怪,他出身第一群,他是美军统帅最大战役行动的第一人。 他是第一个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统帅,他是美军退役高级将领,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,第一人。 他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当上总统的五星上将,尼米兹。 尼米兹是美国海军名将,十大五星上将之一,二战时太平洋战区的盟军总司令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尼米兹担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,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等职务,主导对日作战。 美国的军事历史学家曾这样评论说,哈佩西能在一场海战中取胜,斯普鲁恩斯能在一场战役中取胜,而尼米兹能在一场战争中取胜。 马歇尔美国军事家、政治家、外交家、陆军五星上将,1939年,马歇尔任美国陆军参谋长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他帮助总统罗斯福出谋划策,坚持先攻纳粹德国在攻日本帝国,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,做了不肯磨灭的贡献。 1945年退役,后出任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,以出台马歇尔计划文明,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